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部,多谢各位 好了,今节讲讲娱乐 近来在各界媒体有件事挺有趣的 台湾的偶像最后的幻想都破灭了 究竟是什么事呢? 原来他们职业的进头,或者是最后的职业 这是有内地人士投稿去台湾某个媒体 原来台湾的偶像最后的职业,或者是职业的进头 就是两个字 大货了 大家 就像这位 神亿余 应该是近亿余 神亿余 神亿余 这个普通话和广东话有时候搞乱 虽然我附近都是说普通话和闻南话 除了跟我妈说广东话比较多 神亿余 他曾经在大货直播中说 我纯粹给大家福利 我使得大家看到最真的神亿余 不过很多人说 这也算是真 瞬间幻想偶像在直播时 直播大火 这样就粉碎了 怎样真?不用雷镜吗? 不是,是真是用那些产品 直播用真产品很正常 对不对 所以看到我们现在都长大了 很多人都不 老实说都不受这一套 不吃醉 经常以 偶像或政治明星大货 理性的人都会看到 不是 是可以大货 我和大马尔也认为大货没问题 但是以某些光环 去大货 其实真心地说 是如果帮你买东西的人 适合就没问题 但是纯粹为了 政治或是 盲目地崇拜偶像 去买一些 你觉得是真的无用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不是理性消费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沉迷 是在偶像剧当中的 一些帥哥 台湾的一些超级偶像 梦幻偶像 其实 现在看到 当你进入他们 直播大货的地方 有些人就说 有一种 次元混乱的感觉 为什么 这么现实 人也是现实的 老实说我觉得真的没问题 还有 最后 偶像也是商业 无式製造出来的 真心地说 都是资本捧出来的 都是资本捧出来的 对吗 如果他做一些正面的事情 你又觉得产品耐用的话 我们不是否认大货 如果你觉得耐用的话 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 亦不是针对某些人 就是觉得 如果你用一些方式 说到好像很正义 或者说到 如何高尚 但是你最后都是大货 如果你觉得那件事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觉得那件事 是值得买 你就买吧 但是如果那些东西是流肥肥的 他又用某种形式去迷惑你去买 我觉得就不太好 最记得 这个 韦亚 他曾经说 名息的龟宿就是直播大货 是的 这些是商业社会 难就是 台湾偶像 他们 都是进入了大货的行列 没问题 没问题 陈依宇很厉害 他在Instagram 宣布自己直播30天 的战绩是多少呢 就是 10300万人民币 哇厉害 但是 后来 因为被指 是卖假货 所以 直播上 崩溃大涵 10月17日 陈依宇 陈依宇 在直播间 全部都留言说要维权 抗议他买的东西可能是假货 他直播时就大哭 但是 当日销售额 反而 很厉害 曾智桥也出席了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 他就说 他应该是压力太大了 而且 没有针对这件事 即是说他哭是压力太大了 也没有针对这件事 有太多的回应 也没问题 我觉得 因为要找一些公关公司去搞 更好 让你暖差这样说 真是麻烦的 其实 陈依宇 陈亦宇 这次去内地工作 本来就是参加发光霸哥哥 这个终继节目 想要重回大家的视线 收获 一些人气 在接受 邀请之后 他参加了 某位 网红的直播之后 决定 进行 什么事呢 就是 进入这个抖音大货行业 毕竟 在2021年 文娱的大背景之下 明星参与中继节目的机会越来越少 还有 有时候 现在的中继节目 因为 因为 国家是有新的法规 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说 上某些终继节目 不是那么容易 对于 很无情的 台湾媒体说 对于一些过气的台湾偶像 其实做这个 娱乐圈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一层百彩 他更加是没有什么优势 神奕鱼 直播次数和时间 都是 每周的 三次直播 最长直播时间 接近12小时 那么久 对 被数据公司捧为大货黑马 他很自信地 在 媒体访问时 直播间 在流量曝光上 并没有大幅度发力 主要是靠轻松 愉快的方式 带动气氛 流量才会进来 亦都可以做到 很厉害 同时在线人数 突破8万人 很厉害 是的 邀益神 确实亦是没有当年的 台媒也挺老实 没有当年的最高峰 最高峰时当然是 最高峰时的人 不过 不过 他亦没有令到 粉丝失望 也挺厉害的 那么 他在直播大货的空隙当中 亦重新 演绎了多首 飞轮海时期的 音乐作品 甚至在大货的空隙当中 还看到 汪东城 上线之后 立刻主动连线 大家互动 汪东城 这几年 老实说 外表有点 达东 其实有点点 没有记错的话 汪东城好像 是不是彩虹人 没有记错的话 不知道,看不出 这个不要紧 如果有错的话 请各位网友资政 汪东城也是 有做一样的事 姚亦神其实在 一些短视频当中 重新 演绎 偶像剧 叫做经典作品 和 唐宇哲 这个用广东读得很难 回顾终极一班 来换成 网友 这个不知是赚他 还是赚他 童年的回忆 哈哈哈 即是 你想说他老吗 吸引了 大量粉丝 进行直播 大货 除了阿塞王 他还在短视频当中 还原过自己在 公主小妹当中 饰演的 南风彩 也懂得利用自己外健身的优势来瘦肌肉 其实大东的汪东诚现在的肌肉也很厉害 不算是 在卖化妆品的时候 使人们觉得他是美魔女 他便是美魔男 传授动灵的经验 其实 对于很多粉丝的童年回忆来说 这真是很困难 即是好像 外奸就说 这个 郭富城 外奎 外奎说 我小时候就听你歌大 是吗 是 是 其实 变成一种 是叫做怀旧的销售手段 是充满回忆杀 在 直播期间 事实上 都是商业买卖 是的 这个 没有人会否认 难道他送给你什么 但是有些网友就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好 觉得货币吧 但是这么说 有些人是受的 都是那句 我觉得你的货品如果质量没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去卖的 只要 用那些手法是干干净净的 就不要说自己是什么的勇士 什么的人士就好了 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一条新闻 原来 内地 刚刚有网民揭发了有一个 他扮演在农村生活得很幸福的 一对夫妇 在农村养猪 那些很平凡的生活 而且很贫困 又说自己的儿子 脑子有病 原来被人揭发了 是千万富翁 就是靠这些 最后他们也带货 在直播时带货 后来就被人揭发了 原来你们很有钱的 儿子 也是健健康康没有病的 其实这样也挺坏的 用自己的儿子说 老有病 我觉得这样 不是那么好 其实 这些童年经典角色 变成了一种 卖情怀的手段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什么勇士斗士 又好像他们这样 扮得很穷 扮得好像 在乡村生活很惨 对 结果不是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你诚信有问题 别人相信你 是的 其实大货也是很厉害的 大货也是过千万 你知道内地人多 网友很远色 现在是什么时代 身边一个 年纪比较小的人 因为他对 神奕鱼是没有什么感情 他就是一个大货的普通人 所以 现在 内地很多网民都很理智 这些 来自台湾的 艺人 纷纷走落了神坛 好像 陈志鹏更加是明白 表演的套路 即播的时候 也是 把口都挺厉害的 就一开始 就 跟商家代表 谈这个价格 399 一套珍珠首饰 而且 就说 必须 跟家人 争取一些福利 即是 同那些人士 同那些 大货的人 同那些 同那些 看他 直播的人 那 等到 商家代表 表示 損失很大 他就直接 要助理 锁门 准备好省 今天 就是把商家留在这里不准走 好像很夸张 双方博弈 博弈博弈突然之间 商家就说算了我带出血了 哎 开口就是 一千单全部放晒 很厉害 其实 这些大货 也不奇怪 只要你的手段是 干净的话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另外 大东 汪东成 也是有份的 汪东成 亦都在 520的时候 5月20日 应黄金 商家的邀请 进行 迈金 是的 因为 直播时间太长 在直播期间睡着了 怎料 太累了 他一睡着了 这个在线粉丝数 就人3万变成7万 我们也要试一下 小白红 不用了 我们试过很多次 不是试一下 但当然我们不是大科 我们两个试一下 是的 不少粉丝 听闻 汪东成睡觉 立刻 看他表现睡觉 睡觉有什么好表现 是吗 累了他 合上双眼 睡觉 所以 厂商和直播助理 要求大东汪东成 在直播时 表现睡觉 就可以稳住观众 其实也挺讽刺的 睡觉才有人来看你 看你出丑 又不是出丑 不一定出丑 是 看到你私底下的一面 是的 陪就睡觉了 是的 当童年 男神女神 纷纷出现在直播间 利用自己的 明星光环 为销售额加持的时候 很多粉丝难免出现 昔日偶像 和目前 这个 理想就很丰富 现实就很骨感的这种感觉 这种心理落差 令到网友 重新审视 一定要看到 偶像在舞台上 在电视上 才可以接受 私底下跟你互动 直播 他们是 无法接受的 我觉得 是吧 因为这些都不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不知道 其实 亦有 网友就说 在直播间 在 展示自己的演技 好像 令到 接不到气的偶像的敬业精神 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不过 叫他们 不要 把观众当傻子 这样只可以 令到 自己的粉丝失望 当然 很多 网友就喜欢看这个 披荆斩击 的哥哥 钟 经历过 披荆斩击的哥哥钟 反而 负面话题变得更加多的 奥权 其实亦尝试过几次大货 咱俊也挺好的 当年 奥犬的真名叫做 庄浩全 其实 前期的时候 他的中艺节目 都是收获了一些人气 后来 就不太好 反而 其他的名声就过了他的头 Altran試過直播 不單止觀看人數少得可憐 更加是給粉絲諷刺他 作為 樂華娛樂唯一 一個三十八歲的 這樣寫的 是的,這樣壞的 一個三十八歲高齡的愛斗 即是他們這樣說,高齡我必斗 三十八歲都叫高齡 喂,這樣說話,阿哥,我也是 對急於證明自己的奧犬來說 其實無疑很大打擊 還有 10月13日剛剛入住抖音的 鄭遠昌 還未等到粉絲對職50萬 馬不停看 在26日開始第一場直播 看得出 今次的大陸之旅 是很明確的 不知道那些在那天開抖音的 即是不知道他在那天開抖音的人士 會不會後來看回他的東西 不過 我們看到 的確確的抖音大貨直播 都令到很多 台灣的超級偶掌 當時 都是 走上了這條路 他們最終的職業 又不是每個人都最終大貨 是吧 始終你如果不拍戲 又不做一些節目 你又很難維持到自己人氣 是嗎? 而且近疫情期間 這一兩年 你那些活動 和小斌面都會大量減少 那你怎能保持著 和影迷和歌迷有多少互動呢? 就是做直播 但是 債吹水 好像又 沒有什麼符合經濟利益 所以如果有找到廠商跟你 合作一下 而那樣東西的質量都OK 何樂而不為呢? 不需要覺得很便宜的 沒錯 所以你看到 很多 的網友 他就說 跟我們想法也是對的 他就說 粉絲不是反感 直播帶貨 而是難以接受 過度壓榨 自己的 明星價值 去 撈錢 即是覺得 有些事情要不要做得那麼便宜 會高張一點 其實 直播帶貨考驗的不單只是 明星推銷能力 以及背後團隊的運作能力 仍然是明星的良心 因為你買到樓宜給別人 很麻煩的 最重要是他們口碑 但是 他可能也不知道 不過國家也出台了新的法律 你一定要真真正正用過那些東西才行 另外 我們看到 大貨 真心地說真的沒什麼問題 不過 要 有良心一點 如果你只是接受廠家 邀請 但是你沒有用過 之後你的廣道吹得很大的話 事實上也很麻煩 不過現在國家有法律 都限制了這些行為的出現 好 這次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 再見 V 把貯貯貪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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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貪貪貪貪貪貪貫貪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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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 感谢观看